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台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美国现在目前已经累计有25万人 因为新冠疫情而病故了 纽约市长白死豪就宣布要关闭学校 还有多州陆续也宣布要针对性的封锁措施 包括暂停非必要的商业活动暂时了 那限制聚会跟强制戴口罩 所以这个消息引发了昨天晚上 今天清晨美股最后半小时的跳水行情 本来美股这个开盘涨得好好的 那到最后半小时呢 这个急杀道琼收盘是跌了344点 跌幅有1.16% 标普同样也跌了1.16%的幅度 纳萨克指数跌了0.8% 非半跌了0.7% 苹果跌了1.14% 脸书跌了1% 谷歌也跌了1.2% 亚马逊的跌幅将近1%了 0.96% 微软跌了1.3% 唯独呢就是特斯拉 因为今年底要纳入了标普 所以特斯拉连续两天股价大标 这个标了18%到19% 带动了电动车相关的股票往上升 特斯拉这样涨呢 使得马斯克的身价水涨船高 现在目前全世界第三有钱人 真的是真正硬到抓不住了 此外我们看到川普要赤支300万美金 重新微州要周四要开始验票 他自己出 他那个荷包自己出 当然也不是他自己的钱 应该是他团队的钱 或者是他募款来的钱 就是要求微州计票 重新计票 而且已经支付300万美元的验票的费用 因为拜登在微州赢94.5% 川普是48.8% 那微州的法律规定 如果候选人票数差距小于1% 候选人有权利可以要求重新验票 但是需要支付高达790万美金的费用 所以川普已经先拿300万出来了 这个是当payment吗 总计要800万 先拿300万 好 那今年已经快过完了 那今年全球的股债 我们如果从年初纵观到现在 大体上哪一些板块 哪一些市场表现比较好 那以及呢 最后还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多月了 那我们是不是该获利了结 还是续报展望明年的好 第一季的好时光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富然柯林投股的 梁佩玲协理 佩玲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今年以来 我不晓富然柯林 有没有统计一下 就是说哪一些市场表现 股票型基因 哪一些市场表现最好 好 如果以今年以来的一个 全球主要指数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当然还是以美国股市表现最好 这当中如果就四大指数 当然就是NASDA指数 还有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涨幅 都超过有三成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如果以整体的一个像是 国内核贝的一个像 境外基金的一个销售来看的话 今年以来几乎尤其是 在下半年的部分几乎都会以像是科技 这样子的一个基金是生活市场的一个青睐 那如果就其他的产业别来看的话 像是健康医疗 生技的部分大概也有一成多左右的一个涨幅 然后黄金类股大概也有将近26个percent 那因为最近黄金类股有一些修正 所以本来黄金类股的涨幅是更高的 但最近因为有一些修正 所以反而就是涨幅有收敛 那就新市场来看的话 其实整体来看还是以 整体的新兴市场呢 是上涨了大概11个percent 其实跟世界指数就是跟包含了 成熟国家的指数大概10个percent 其实差不多 那主要的原因真的还是在于 新兴亚洲市场 包括了像是台股今年真的很强 然后像是其实中国市场的部分 因为像是阿里巴巴啦 这些科技股其实跟美国的科技股 也是高度的一个联动 所以新兴亚洲市场表现涨幅也有18个percent 但是其他另外两个市场 像是拉丁美洲就中错了将近25个percent 然后东欧市场也是跌了将近13个percent左右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整个股债股市的一个表现 其实就有点像大家在形容现在的一个经济复苏 有一点是K型的复苏 就是往上那个K呢 其实代表的就是像美股啦 然后科技生技医疗这种创新产业 但是往下的就是表现比较不好的 就会是比较偏向于像 以商品为主的新兴市场 或者是商品类股的部分 那当然这个展望到明年 我们觉得这个K两个的一个差距 是有机会收敛的 所以待会可以再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就我们明年的展望来看 到底现在要布局什么 那我先讲一下 如果就债券市场来看的话 其实今年来的一个多数债券市场表现 都是一个表现还算不错 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说 即便说今年就是在送到 三月份的一个新冠疫情 那时候的一个整个像是高收益债啦 或新债都有随着股市下跌 但随后因为全球央行积极的印钞跟救市 所以如果我们就各类的一个债券指数来看的话 其实截至到目前为止 几乎都已经收在 都是呈现上涨的一个格局 这当中当然会以上是所谓的一个 投资等级债的表现最好 大概涨了有8个percent以上 那至于像是 再来就是像高收益债的部分 是以美国大概涨了4个percent 那新兴债的部分呢 不论是美元债或新兴的一个当地债 大概都涨了3个percent 那这部分就可以看得出来 主要还是反映的就是在全球资金非常宽松 那为什么投资级债表现会特别好 主要还是在于因为联准会这一次 在救市的过程当中是把 他虽然有买 把高收益债纳入在他的购债范围 但是他实际买的量并不多 那反而是在投资级债的部分呢 其实买的量是比较多的 再加上其实因为美国公债殖利率真的太低了 所以有一些机构法人 他必须要买高平等的债 但是他又不想承担那种 买美国十年级公债 放了十年可能只能0.8个percent的收益率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话 他就会去往一些高品质的投资级公司债来做靠拢 这也是为什么就今年的债市来看 会是以投资级债的一个表现是最好的 好 那有没有什么市场表现特别不好 除了你刚刚讲说像是拉美 拉美然后东欧 那还有另外一个表现不好的就是 旧产业来看就是在天然资源也就是能源的部分 那今年的天然资源指数大概也是跌了24个percent 其实跟拉美差不多啦 不过最近一个礼拜其实 美国的能源股涨了18个percent 上周就涨了快一成 一成多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 但我们现在市场上会有很多到底成长跟价值 这种循环或者是所谓的创新这样子的一个争论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觉得说 虽然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礼拜 包括了辉瑞的疫苗 还有莫德纳的疫苗相继利多出来之后 辉瑞的对市场的刺激效果那时候是最为明显的 那天打那个盘中道雄涨了非常的一个上了1000点左右 他第一炮嘛 对对对 那因为尤其他的结果又真的比预期来的好很多 那但是可以看到这个礼拜莫德纳的疫苗出来以后 市场的反应就相对开始有一点顿化 即便莫德纳的疫苗 他不需要冷链储存跟运送 其实他未来的普及性可能几率会更高一点 但是反而市场的反应并没有那么的一个热络 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说 第一个就是辉瑞那一块已经部分price in了 第二个大家也会去思考说 后续要经过审核 然后一直实际到真的要去量产 然后会面临到很多供应链 这部分的一个分送的问题 以我们的集团是认为说 在生计这部分的一个官场 我们是认为可能要到明年的年中 就是中间的中左右 可能这个疫苗才有机会 比较大量的一个普及跟接种 所以你现在去预期说像是一些航空业 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活动 甚至电影院 可能要出现马上这个活动回升 我们觉得现在当然股价会领先反应 但我们觉得就实际上的一个活动 或者是获利面的表现呢 可能会等到明年下半年才有机会 比较回来 那只是因为过去几年成长跟价值循环 类股它们两个的股价差异 还有评价面真的太大了 所以现阶段我们觉得 适度的一个类股轮动 其实也是提供了整体盘 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格局 好 那基本上就是说资金是有部分从科技股 测出到这个我们讲说价值类股 对对价值就是比较偏金融啦 工业原物料这种 其实有一个现象了 就是说最近你可以看到 尖牙股其实都不太涨 虽然也没有重跌 美国四大尖牙股大尖牙股 虽然也没有重跌 但是他们基本上也都没有再创高了 是所以这个资金的轮动 跑到一些资产 跑到一些这种资源类股上面 还蛮明显的 对那尤其像我们看到 因为其实今年来 虽然说整个全球经济 企业获利都是衰退的嘛 但是其实因为 但是科技类股其实整体的获利 因为有一些云端概念啦 或者是受惠疫情这部分的一个 复苏的一个受惠题材 所以其实美国的科技类股 今年来的表现 获利还算是相对比较稳健一些 如果以S&P来看的话 今年的获利大概是预估 还是有成长4个percent 相较于大盘是衰退14.5 那但是如果放眼到明年 因为今年的基期科技股 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明年的获利成长 其实还是很不错 有14个percent 但是相较于大盘 有22个percent的成长 就可以看得出来 科技股的一个相对的 一个成长动能 就没有像其他类股 像是可能工业啦 耐久财这种 都有六七成的获利增长 这样子的一个预估 就会觉得它的一个 可能就会引发部分的一个资金 做一些轮动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很看好 科技或生技医疗 这样的一个长期趋势 因为虽然说 疫情即便真的疫苗出来之后 我觉得有一些经济活动 或人类的行为 其实已经回不去了 就是这种 比方说电子商务啊 或者是我们现在都习惯 用视讯电台会 你以后可能公司 在节省成本的状态之下 就不一定真的会让你每天 飞来飞去做商务旅行 其实有一些需求 那航空公司不就惨了 还是会有一些 消费面的 报复性的旅游的需求 可是商务旅行 其实航空公司 很大的一个收入来源 对 所以其实商务旅行这一块 我觉得多少 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这部分当然就是会 让我们觉得 其实科技股 再加上今年 因为其实5G受到 美国制裁华为的关系 整个5G的一个投资 是有放缓 明年我们觉得是有机会 逐渐的一个增温 对对对 这部分我们觉得科技产业 甚至生技医疗产业 还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只是说如果你现在 真的也担心追高 或者是想要去减便宜的话 我们倒是觉得 像是一些循环性类股啊 价值股 或者是在一些新衣市场 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那到底是哪一些呢 详细的怎么样 再请教梁佩玲 比尔盖茨盈预测了嘛 他是说疫情过后 全世界至少还是有 五成的商务旅行 他是永远不会恢复的 真的有这么悲观吗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比如我们讲微软的股价 微软股价在9月初的时候 见到232 至此就没有再见过这个价位了 他其实已经是盘整了 快三个月的时间了 当然也没有重跌了 可是昨天微软跌了1.6% 他其实是跌到211块 所以从232到211 微软其实回档的幅度 差不多也差不多一成左右 昨天这根黑K棒 他其实是有跌破月季线的情况 亚马逊也是一样 你看AMZM代号的亚马逊 他其实一样也是在9月初 见到3552块的最高价 现在目前一样也是压在月季线之下 现在是3105元 昨天收盘了 所以大概也是跌掉一成左右 可是在这两个月 这两个多月三个月 你去看GM的股价 通用汽车的股价 在9月初的时候 通用汽车的股价 他差不多是在30块美金 到昨天他创波段新高 到44块美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通用的股价 只是涨了有三成多 就是在尖雅谷休息的这段时间 通用再往上走高 福特汽车也是一样 福特汽车 从9月初大概差不多6 7块 7块左右吧 不到7块美金 现在已经涨到19块美金 昨天通用跟福特盘中 都创波段新高 另外像美国里业AA的股价 也是 昨天也是在盘中 创下了波段的新高 所以美国还是有一些 股票在创新高 但是过去的这种 推升大盘的力量 似乎他在休息 所以我们继续来请教 富兰克林的梁佩玲协理 所以这种现象 好像最近这个盘面上面 这个现象蛮明显的 对的确 那就像其实刚刚提到的 因为其实在 辉瑞的疫苗消息出来之后 再加上其实拜登胜选之后 让大家对于接下来 不论是新的财政刺激 还有接下来的基础建设的计划 基本上都还是抱以期待的 那这部分其实就带动了 像是一些基础的一个原物料 然后甚至像汽车产业 也是明年大家认为 在整个经济回升的过程当中 会比较扮演一个 优先的一个亮点 那就像刚刚提到的 虽然说最近的航空股 或者是有一些电影院 其实股价也有一些反弹 但基本上因为我们认为 它的一个复苏的时间点 可能会相较于 刚刚提到的原物料 或者是就会在基础 建设这种工业 还有在汽车这部分的一个速度 可能又会再更慢一些 所以现阶段 如果我们建议投资 要想要去减便宜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 你可以从包括了 在科技股当中 其实是具备有一些低基期的 像是DRAM这种 比较偏低基期 然后它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需求性 是有机会增长 持续增长 或者是在一些 传统的一个消费 或者是工业类股当中 去寻找一些可以受惠 在景气循环当中的一个 受惠的一个族群 好 所以 那个micron股价 相对 最近也是很强 蛮强的 对对对 好 还有那个 辉达公布出来的财务数字 超出市场预期 会带动它的股价上升吗 没有 它首先的盘后 其实到目前为止 跌了快1.6个percent 对啊 是怎么回事 但是它预估 这一个季度的资讯 资料中心 就所谓的数据中心的一个 营收可能会下滑 这期好像跟那个微软啊 他们都同样嘛 对对对 就是资料中心在放缓 都是类似的概念 因为你的机期 增高了之后 那因为随着可能 未来经济的一个活动 其实你机期增高 当然你的成长率 就会放缓 那第二个当然是说 如果大家其实都已经 陆续采买 那这部分可能 这个角度 这个采购的一个速度 上还是会有一些放慢啦 所以当然说 我们觉得就科技产业 或者是像是一些 整个生技医疗产业 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趋势 我们觉得它的一个 结构性的一个题材趋势 是不会改变的 以目前来看 还是相当的完整 那只是就股价 或者是些获利面 有一种那种季度的一个 cycle啦 这种高 因为机期高低 而出现的变化 我们觉得对于股价 造成的一些修正或调整 其实我们倒没有 那么的一个担心 我们还是持续看好 这些相关的一个股票的一个机会 对 其实回答长期发展 有很大空间 你看这一次 苹果那个M1基金片 用ARM架构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回答 要积极去买下ARM 对 它并购ARM这件事 基本上还没有反应在 因为它现在还在寻求各国政府的统计 会过吗 我看大陆就不会让它过吗 可能有一些难度 大陆应该就不会让它过吧 对不对 因为影响太大 影响很大 将来它有这个ARM的话 它CPU加GPU加NPU 这太可怕了 这是跟M1晶片是一样的 这三个全部把它封装在一个SOC里面 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 真的让它并到ARM的话 它真的是太恐怖了 这家公司苦价不知道涨到多少 但即使不让它并 我觉得它也会去发展 有可能 好 那还有什么基金比较低 我们可以去减便宜的呢 第一个当然其实我们提到 如果就整个 不论刚刚提到美国的产业面 或者是就整个区域面来看的话 但包括了像是欧洲 或新兴市场当中 可能像是拉美东欧部分 我们觉得是具备基期 比较低的一个优势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在于说 联准会目前还是在一个 印钞宽松嘛 那当然欧洲跟其他的央行 也是在印钞宽松 可是如果就像是一些 未来就美元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 基本上会是相对偏弱的一个情况 这当中其实我们觉得 就会让很多的资金 持续往新兴市场去寻找机会 那尤其刚刚提到了 其实今年来很多的一个新兴市场 货币真的是跌幅很重 除了亚洲货币真的比较强之外 很多拉美东欧的货币 甚至南非币 其实跌幅都非常的重 我们觉得在明年 如果整体的一个经济改善的 一个状态之下 都有一些反弹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建议如果你想要去布局 一些新兴市场 然后掌握拉美东欧的话 你可以用一种全球型的一个新兴市场 或像过去可能大家有听过 像是金砖四国这样的一个产品 来做介入 那你就可以采取比较分散的方式 那因为新兴亚洲跟美国 基本上是比较站在同一边 那我们觉得新兴亚洲 明年走的会是像是中国的一些 结构性的一个像是十四五计划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性改革 开放的一个题材 所以我们觉得新兴亚洲 基本上还是持续看好 那如果在全球市场当中 因为欧洲的确是具备 有低基期的优势 可是因为欧洲本身呢 其实包括了就是 它本身像是现阶段的一个 之前推出的复苏基金 其实现阶段在内部又有遇到一些阻碍 所以我觉得欧洲本身通常 在股市表现比较 它的β值相对比较高 那我觉得它的基本面 也是没有像其他的 像新兴市场那么 让我觉得比较放心 所以就欧洲市场 我们也比较建议 你可以透过像是一些 气候变迁的题材 因为欧洲在气候变迁这一块 政策上做的比较积极一些 我们觉得透过一些 气候变迁的一些股票型基金 来介入整个欧洲市场的一个机会 有人说要去超股 超抵英国 说英国跌很多 英国吗 英国是真的非常的便宜 对啊 英国就跌很多 对 英国 然后二来当然就是 其实要看它 只要年底的一个英国脱欧 因为过渡期结束嘛 那如果他们顺利谈成 贸易谈判的贸易协议的话 对英国股市 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 增长的一个空间啦 所以英国股市 是我们相对比较要看好 欧洲股市当中 大概就是英国跟德国 是我们现阶段比较看好 因为现在欧洲的疫情 真的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股价涨幅 可能还是会跟着整个疫情 或者是整个全球股市的气氛 来做一些 整个上下摆动的一个情况 那你们集团有估出来 明年标普大概指数会到多少 我们集团是没有预估指数的一个价位 不过可以提供一些券商的看法 目前大概平均就是在4000点附近 那比较 4000点 就S&P500指数 10%左右 对对对 那我觉得现在的投行预估都蛮乐观的 那有一些像高盛或母根大通 是有估到4300到4500 那太 对那就非常的一个乐观 那这当中当然 我觉得明年投资美股可能要考虑的 就是在美元的一个贬值的风险啦 那当然就其他市场来看的话 可能股汇市都会上涨 那这部分尤其在新市场可能就会成为两头站 在市不会走空吗 在市 在市目前来看 上半年我们觉得还好 因为联准汇基本上还是会相对比较宽松 那通膨看起来也不会有太大压力 殖利率会弹升 但幅度不会太大这样子 下半年就要留意通货再膨胀的风险了 谢谢梁佩玲 谢谢 谢谢